在之前进行的国际平流澳大利亚公开赛中,刘诗文4比3逆转丁宁成功登顶,获得了本赛季以来的第三个冠军,刘诗文获胜后外界许多球迷包括丁宁本人也对他表示了祝贺,所有人都替他感到高兴。 但在比赛途中央视解说员杨颖的解说内容却在事后引起了外界球迷的大量不满。 在比赛过程中,杨颖曾多次发表不看好刘诗文的言论,甚至多次说,刘诗文肯定难以战胜丁宁夺得冠军,这绝对不是一个合格的解说该有的态度。 不管丁宁与刘诗文打得怎么样,我们更应该对他们施以公平的言论去解说比赛,而绝对不是直接说谁能赢谁不能赢。 这样的态度对于专业的体育解说员来说,未免有些不妥。 杨颖曾经也是国家队的平行球运动员,也曾像刘诗文一样盯战国际赛场,当然他没有取得过刘诗文那样惊人的成绩,反倒在解说界上脱颖而出,有了不小的名气。 但从这次杨颖的解说表现来看,他没有进到一个合格的体育解说员,该有的职业操守,不管面对什么样的比赛,都应该抱着公平的态度来解说。 这种极度偏袒的言论,确实让球迷们感到意外,刘诗文杨颖不喜欢刘诗文,在圈子内,可以算是公开的秘密了。 在解说刘诗文的大量比赛中,杨颖曾多次发表不看好之类的言论,外战还好说内战中,这一点就更加凸显了出来。 经常会有网友们在网上留言呼吁,希望杨颖能改变对刘诗文的看法,不能说看好刘诗文吧,最起码保持一个公平公正的态度,网友们的要求并不难,这是一个体育评论员该有的操守。 但从现在来看,杨颖始终没有做到这一点,刘诗文就在之前的澳大利亚公开赛中,当刘诗文在2比0的情况下,被丁宁连搬三局之后,杨颖就说出了刘诗文肯定会说的言论,他认为丁宁最终会笑到最后,成为最终的冠军获得者。 但最终,刘诗文扛住了,没有像杨颖说的一样丢掉冠军,他说刘诗文做不到的。 刘诗文最终证明了给他看,在面对巨大压力的情况,笑脸影两局战胜叮咛拿下了冠军。 刘诗文,而且杨颖在解说过程中还多次谈及一些与比赛无关的情况,比如国际拼联的那位官员出席,他叫什么名字来自哪里,曾经担任过什么职务,得就差把这些人的履历复述一遍了。 虽然这些信息也不是毫无用处,但是球迷们更想知道,都是比赛中的细节,比如这位球员是什么打法,他的打法有什么特点,什么样的打法可以克制住他,这些才是比赛中的重点。 与其用大量的时间细数哪些无关紧要的事情,还不如在其他方面多下苦工。 这样的解说方式,也导致许多球迷看得有些无聊,这也是他不受大家喜欢的一大原因。 作为一名专业运动员出身的体育解说人,杨颖应该在乒乓球技术上下更多的苦工,并且在比赛中改变所谓的天塔行为。 保持公平端正的态度,不应该具有任何的偏向性,这才是他应该做到的事情。